跑道上可能出现的异物 这是舰载机起降前的必要工作 各站位人员也随之就位 从服装色彩上可以区分出他们的岗位 上午9点 从陆地某机场起飞的歼15飞机 飞临辽宁舰上空 飞行员在完成对着舰环境的判断后 从舰尾进入 在光学驻降系统和着舰指挥员的引导下 调整航向 对准跑道 放下尾钩 歼15舰载机的尾钩 牢牢勾住第二道阻拦锁 滑行几十米后稳稳停住 尾钩自定缩锁 逐渐一次成功 随后在飞行员的操控下 机翼折叠 滑行至机物准备位置 甲板作业保障人员 迅速对飞机展开各项技术检查和准备 歼15飞机是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 首型舰载多用途战斗机 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可执行至空至海等作战任务 飞行性能良好 可配挂多型精确制导武器 具备远程打击和昼夜间作战能力 在完成各项机物准备作业后 歼15舰载机转入带飞状态 双发动机点火重新展开机翼 在起飞滑行引导员熟练的手势动作引导下 滑行至起飞位置 直动轮挡天流反先后升起 发动机接通全加力 在战机强大的轰动中 两名起飞助力推动右臂 做出放飞手势 直动挡反落下 舰载机如离弦的剑加速滑跑 沿着剑手14度上脚脚跑道 滑越升空 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 被誉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场所 飞行甲板跑道长度 是陆地机场的十分之一 面积是百分之一 尽管航母甲板总长有300多米 但能够提供舰载机起飞 拙舰使用的距离只有百米左右 舰载机起降时 航空母舰要根据海区气象条件 保持一定的航行速度 同时受涌浪影响 航母还会产生纵向横向的摇动 以及上下起伏 这些无疑给舰载机性能 飞行员操作水平 以及航母各种相关设施设备 各岗位人员的组织指挥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国外同行用刀尖上的跳舞来比喻舰载战斗机着舰 用刀尖上的舞者来形容舰载机飞行员 我国自己培养的首批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和舰上飞行指挥员 以科学求实的态度和顽强拼搏的精神 面对新机种 新科目 新环境 新要求 勇于探索 刻苦训练 把握规律 精益求精 按照大胆的飞 科学的飞 精确的飞的要求 进行了高强度的飞行训练 探索并固化了着舰的飞行方法 突破了滑跃起飞 阻挡着舰等飞行关键技术 掌握了大侧风 低能舰度 不稳定气流等条件下的偏差修整动作要领 在实际研究和训练中 所有舰载机飞行员的成绩 都达到了训练大纲规定的标准 和上舰试验要求 首次上舰飞行 均一次成功 经多架次的起降飞行训练 充分见证了航母平台和飞机的技术性能 数据表明 舰机适配性能良好 达到了设计指标要求 据了解 辽宁舰入列以来 他们已完成上百个训练科目和试验项目 下一步 仍将按计划继续推进各项试验任务